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呀 就是为什么自然的咱们都已经搞成了不自然 因为我们把自然的搞成了不自然 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自然的时候 反而也不自然了 你知道过去里面我们家三兄弟啊 什么时候我妈再生一个 我哪听说过有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出现的 你知道前一阵武汉就是吗 13岁的小姑娘割腕了 就跟他妈他妈都怀了孕了 他妈都怀了孕了好像六个月了 就是说你要自杀要挟 你要把弟弟妹们生下来 我就自杀 为什么 开头以为是威胁 后来发现晚上他真的割腕 但为什么呢 太毒了毒惯了 因为所以我就跟你说 他怕妈妈以后不亲他 对对对 因为采取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使得孩子们已经习惯于 周围的孩子都是一个 那所以我这就叫异常了 那你给我添个弟弟妹妹 就会分走我的爱啊 对 他不能接受 但是通常呢 这种比如说会嫉妒弟弟妹妹啊 比如说这都是很小的小孩 就就我们那个年代啊 就比如说你有时 也有时候也听过一些三四岁的 说妈妈再生一个好不好 他不好 小孩会这么反应 但是十三岁啊 十三岁还让妈妈天天抱着你吗 他已经接受了一个就是 独子的这一样一个事实 而且他会 就是小孩他到十三岁的时候 他可能认为这个事实是永久的 因为现在孩子就是怀第二个孩子 现在普遍都拉的距离大 过去你像我跟我弟弟 我们之间就差一年多 生完完了 就都这样了 过去都是你家里五六个孩子 间隙很密 他就不在乎 而且当时的文化也是多子文化 对对对 独子文化 他说那个刚才对我有提示 就是他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了 就是独子文化 你知道独生子女 按说是人类的不自然 对不对 但是在我国实行多年之后啊 我们已经习惯了 包括孩子也习惯了 因此咱们在说 有些情况下可以生二胎的时候 他觉得有问题 他们变成社会异类 但是你知道吗 文道 这更让你觉得有意思的是 围绕着这个事啊 竟然很多人就争论起来了 就是说 这个13岁的女孩 他有没有权利要求 你家里养条狗 你也要征求每个家庭成员的意见 你现在天个人 我也是家庭的一部分 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呢 甚至还有人聊的那就更远了 说你来一个跟我分遗产的 这我有没有权利表达不满呢 这个这个新的伦理问题 这个不叫伦理问题 因为很简单嘛 因为你 我们要看你的权力 是现在谁 比如说生育这个事情 生孩子是男女双方的事情 也就父母双方 他们当然就有权 但他们生下来的人 有没有权定去反过来决定父母 能不能再生呢 我很怀疑这样的权利 我不认为有这样的权利 尤其他未成年 对啊 尤其你还未成年 我觉得就是一个文化因素 对他的影响 没错 我纯粹就是今天已经惯坏了 好像是从去年才开始开放这个事 是去年底 可以生 叫做什么单独二胎 单独二胎 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 就可以再生一个 你看就前一段还有一个就是说 但是你现在产生教育问题 我刚才跟你讲武汉这个妈妈呀 这是真的就去做了流产 她怀孕这么多月 我跟你说都不是做人流啊 就做那个银产 做银产的 那你就就是说含泪去做的呀 就是要不这个女儿就要死啊 你怎么办啊 她天天晚上自己割腕呢 而且还有一个家里小女孩跑出去了 就听说妈妈要怀孕 再生一个 跑到奶奶家去了 就不回来 管奶奶叫妈 还有极端的就是父母要给孩子写保证书 就说如果生下来以后呢 我们肯定首先爱你 就是爱爱老大 契约的形式 这个会不会是只是少数例子 就因为他们都是新闻嘛 能够成新闻的就是异常的 也许很多人还是会 他虽然是少数的例子 但是他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 文化因素 就现在孩子的那种毒啊 我们过去说这孩子很毒 这个毒呢 就是他独处习惯了 他不懂得分享 现在是社会一个严重问题 太严重了 你说就是这个看来啊 所以我就老说这个墨延 他写的那个挖呀 其实他就表明了中国的一种两难 就是说 世界人民也应该感谢咱们 对吧 就中国人民付出了人伦的代价 就是说这种 这个毒啊 现在越来越觉得是个问题 就是这个唯我独尊 什么都是我的 有时候会让家长觉得非常尴尬 你看跑别人家去玩 这是我的 我不给你玩 你这个小朋友跑到我家里来玩啊 我这个小朋友就是 这都这都是我的 你在那我不给你玩 好 这个小朋友要跑到你家 你就看见你的孩子 也同样跟他来这个 就是说 你看父母亲都是劝孩子 你要分享啊 要把好的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啊 不 但这个毒的文化 我想说其实反过来啊 也是父母的问题 就我们以为毒的文化 好像就只有子女 他毒惯了 这孩子毒 我想说的其实是 他们连他们爸爸妈妈也毒 对 什么叫爸 对吧 他所谓毒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是两代毒 两代毒了 而且这些爸爸妈妈妈 你没有注意到 今天中国的父母 对子女的溺爱 我觉得是史上高峰 那种溺爱才会出现什么 像我举个例子 最近几年不是常闹些什么事 说什么孩子在公共场所 当众小便 在香港 在飞机 然后闹得很厉害 说在飞机上哭闹 然后搞到飞机上乘客打架 这种事不很多吗 对不对 每次一出这种事呢 那么很多人的反应 说哎呀 中国人没教养啊 中国人怎么纵容 在公共场合当街拉尿 其实问题全部在中国人 问题在中国管教孩子的方式 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会那么轻易的 容许小孩当众吵闹 当众干什么事 而且还认为 大家都应该接受 比如说我举例 有时候餐馆吃饭 一些很高级的菜馆 那西方国家 他们有时候很高级的菜馆 他们小孩不让进 就怕闹了 但中国呢 一般还是小孩也带进去 但小孩进去之后呢 就人家安静的烛光晚餐 一对一桌一桌的 他就满屋子跑 闹啊 然后父母也不管 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觉得小孩嘛 小孩就这样 那大家也都应该体谅 小孩就这样 我想说是我们什么时候 形成了一种观念 觉得小孩就应该这样 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 对 有规矩的 那小时候是管教的最紧 就小孩 小孩什么都不行 现在是小孩什么都行 而且大家都该让着他 就两代人 就这独生子女以后 对啊 而且我更惊讶是 我有时候搭地铁 你们说在深圳那些更明显 我有一会儿还跟你 我记得去你家的时候 还跟你提过 因为我那时候坐地铁 去找文涛 我就觉得太惊人了 就我搭着地铁 我看到有一些小学生 放学进来 然后呢 有大人坐着 那小学生啊 大人起来让座给小学生 全世界我都没见过 这样的事 怎么可能 真是 我后来还遇过好几回 就大人让座给小孩 还认识吗 不认识 就觉得你是小孩 你该做 他现在这个社会形成 这个很恐怖 最恐怖的就是 你每天放学的时候 你到各个学校门口去看 所有的学校门口 都是严重交通堵塞 然后呢 都是来接 不管是什么条件的 有的家里都不是一个人来接 就是一堆人来接 每天如此 每天如此 你看这两天 北京交通好吧 是因为大家放假了 你放假了 交通立刻就好 只要他们一开学 当天就堵塞 就是这个 就是我忽然发现 这个庞大的社会 机器是在为孩子们运转 对呀 要不那怎么会 交通都有改善呢 对吧 没错 那以前小孩都是放学 就溜达这个回应 当然现在有交通 有这个社会安全问题 我们小时候没有 没有拐卖孩子这事 对不对 现在有这个事 你把大家都吓着了 所以每个人呢 也不可以不接 现在孩子都很大了 有的孩子都上中学了 家长还每天都要接 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文化呢 就让他觉得 社会确实以他为 为转动 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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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甚至包括一个节目的剪辑手法 都要奔着90后 他们喜欢什么 他们喜欢康熙来了 喜欢湖南卫视 就这一类的 于是这个趣味要夺得他们的兴趣 夺得他们的兴趣 你会发现广告商社会资源就全来了 你知道这个东西 我们后来就在讲 比如说在美国 为什么好莱坞的明星四五十岁还很火 因为他们的观众就是这个岁数的人 美国甚至小孩都不大看电影了 就是咱们的中老年人 咱们的父母过早的呀 放弃了自己的很多爱好 他们比如说 我见过太多父母了 他有什么偶像 他早忘记了他的偶像 他就知道他孩子的偶像 你知道吗 他会带着孩子去看 给孩子买票 所以你知道吗 所有的消费是 包括你看咱们看到的节目 你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社会 我就说 父母跟着孩子看韩剧 对 从来年轻人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鼓动的所谓的成功学 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要成功 他成功的标准都定的特高 就像马云 马云是第一 就定成这么高的标准以后呢 就是一般的维持一个非常优雅生活的 不是我们今天人追求的一个生活标准 所以你看那种成功学的书就卖的特多 你比如说我在机场看 竟然那字写这么老大个什么赚钱不难 你说书 我说这人肯定没赚过钱 他肯定就写这本书赚钱了 骗人家的钱 就是这种成功学的书 那么多是在全世界也没有的 而且每个人 就是他成功 其实成功是偶然的 是吧 任何人成功都是偶然的 但是他们老想把它化妆称 是一个必然的事 有规律的事 不可能啊 现在每个人 你听着年轻人一个个的 那个就是起码那想法特大 而且你知道现在还有一个时髦的词 比如叫任性 玩的就是任性 我有时候老觉得 我说以我不偿的生活经验 任性 任性的结果就是后悔 这就是什么可说呢 你任性 你能加上什么便宜吗 有钱是叫什么的 有钱 开心 任性就是个便宜 我问你说 这个任性的报应 果报就在后悔 这我喜欢太深了 所以你 不是 你有的人他买得起 他买能买单 有的人你买不起这个单 你也任性 所以我就说啊 很多时候父母的这个 你知道我前前几天 我们这一个做父亲的 他儿子十多岁 跟我们念叨 就说这个这两天 跟儿子不说话了 因为打了 那时候就说啊 我这辈子啊 多大 十几岁 孩子十六七岁 他说 他说我 那你比较严重 他说我第一次打他 你知道做父亲的 就交流的 他说我 我是第一次打他 他说实在是忍不住 因为就已经这个 就上墙接瓦 就甚至说 他没招啊 他说你说 他敢欺负他妈妈了 你说我做爹的 我能忍 他说我过去 就听人说过 你不是一直都别打吗 他说我犹豫了很久 要不要打 实在太过分了 他说我打 我把一凳子都拍碎了 你知道吗 他说听人说过 要打 就往死了打 让他永远 记住这事 然后就说 念到一晚上 就说 我不理他 我等他自个儿来找我 你们说是吧 你们说是吧 你们说是不是 应该要打一次 就应该把最打 他心里很难过 最后我就明白了 最后我就说 打在他的身上 疼在你的心上 我说老哥 我全看出来了 你这一晚上聊天 没别的事 全是在念 这事很正常 就是我也碰到过 朋友之间 打完孩子以后 那孩子都没事的 他难受半个月 就他老纠结这个事 甚至得看心理医生 你打过吗 我打过 我是一个主张 打孩子一定要趁早 趁早 不能趁晚 晚了不行 因为现在孩子最难管的是他叛逆期 现在叛逆期呢 他往前提 过去叛逆期都是十五六岁 开始叛逆 现在孩子十三四就开始叛逆 叛逆期呢 他有时候 你想家长打孩子 一定是逼得走投无路 就所有招都使完了嘛 恐吓利诱就各种该使的招 全使完 最后没招了 而且往往是一个极端的 你不能容忍的事出现了 你比如 比如啊 就有的家长第一次打孩子 你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拿钱了 这个事是个大忌 如果你没有一个极端的一个惩罚 惩戒 他下回还拿 是吧 他拿家里的钱嘛 所以他有时候就要动一次手 当然动手 我觉得做家长的脑子是清楚的 就是雷声打一点小 就是生能要弄得响 比如你拿个东西 先把这拍这桌子扇响 没事 你不能拍他 所以后来这个体罚这个事 西方人是很反对体罚的 对吧 不能打孩子 但是后来我看到啊 大概是在四五年前 英国通过了一道法律 就是适度的体罚孩子 视为合法了 就是有时候他放纵到 像现在这几年我也听说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又往回走 就是惩戒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 可是 我有一点一直搞不懂啊 就是 我们常常说这孩子很毒啊 现在都在种孩子啊 任性啊 怎么样 可是 为什么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毒已经二代了嘛 呃 我记得十几年前就在谈的时候不叫 那时候都流行讲小皇帝 你记得吗 其实小皇帝指的就今天的九零后 是吧 甚至八零后 八零后 也就都都变大人了嘛 对 我一直搞不懂啊 就这一批人就是我们印象中以为他们应该是很自我中心的 嗯 他不会管别人感受的 不理会别人的 可是我常常有矛盾的观察 就我自己的很多体验让我发现今天的中国很多年轻人啊 尤其年轻人 在尤其我常出国嘛 嗯 常出国特别这个对比看得出来 就一般的中老年人跟一个十来二十岁年轻人一放在一起 你马上看得出这年轻人更有教养 更懂规矩 更懂事简单讲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 这种事我我我我几乎每个月都碰过 很很奇怪 就在北京 咱北京机场 比如说你你出境 嗯 你过安检 那过安检不是排队吗 那常常呢 有时候我前头就来一个大妈 一个大审 啪进来了 插队先不说 那他插进 成功插进来了 他还呼捧引伴 哎呀 儿子 都招呼过来啊 那么一下子牵的多五六个那样 我已经遇过好几回 是那个儿子或女儿十来岁的年轻小伙 对 他就在那儿制止 他说妈 我也知道过 人家排队 是吗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有他教养好的一方面 对啊 很奇特 我觉得 我很感动 对 有时候你比如说 我要跟一个90后的孩子走一起 他就会说 你声话声音有点大 你知道吗 就是我还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在公众场所 我可能说高兴了 他会有他一定的教养 是 对 很奇特吧 这也是一个情况 这种他这种感觉 你看他们这么做 其实他是顾虑到其他人的存在 他会顾虑到人家在排的队 他在公共场合说话小声点 因为人家在那 你要顾及人家感受 这照道理讲 这么一代独生长大的人 他怎么会有这种能力呢 所以我今天中国让我觉得很矛盾 我一方面觉得今天的中国是历来最溺爱孩子的一代 但同时也是中国历来最古怪的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呢 就以前的通常是上一代教育下一代 说下一代没教养 没家教出去丢人 现在呢 我常常看到是下一代反过来 教育父母那一代 妈说话声音小点 好奇怪 这是社会开始进步 因为我觉得我们背负的这个社会现象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因为我下面这一代基本上都是独生 两代人已经走过 两代人走过 这个社会的所有的现象都会扭转 就是游毒 游毒 现在是开放 这个就是什么 双毒二胎 是吧 单独二胎 我也闹不清楚 单独二胎 反正就是允许你生俩孩子 将来就肯定是放开 谁爱生谁生 对吧 将来你人口如果生 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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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生育率下降的话 一定就是放开这个事 那么他们就会往回反哺 就是真正缺营养的是我们这代人 但是就是说你 缺社会营养 我们小时候呢 爱干嘛干嘛 你说这个营养啊 你像这个 我不知道有时候是不是对西方的美化 据说呢 这个外国人教育孩子 就是跟中国父母有个不同 说中国父母靠体力 外国人靠智力 就跟我们打呀 外国人 外国人据说啊 据说我觉得都是被美化 就有可能就是说 外国人父母就是 他态度是冷静的 他不会给你骂 也不会给你打 但是不是没有惩罚 你不听我的 比如说关小黑屋 是吧 你就是说他培养 他是很冷静的跟你谈交易 你要做这件措施吗 你做了之后 你就在小黑屋里关两个小时 差一分钟都不会让你出来 对吧 或者说剥夺你最心爱的一个权利 据说外国父母玩智力 他是这么跟你谈 中国父母呢 有时候就是搂不住火 就动不动就急了 而且有些闻到 就没你说的那种教养 那么复杂的问题 甚至我现在也怀疑 父母有没有权利 比方说啊 15岁的孩子 为什么打孩子 为的可能就是说 现在已经晚上1点了 你明天还得上学 你还玩游戏 你还玩游戏 你应该睡觉 你怎么说都不行 好 你要说纵容吧 就是说你甭管他 他愿意熬夜就熬夜 但是父亲 你也认为父亲有权利 强制你 1点钟 那当然应该有权利 因为14岁以下 是不负刑事责任的 家长要负的 家长要负连带责任的 那我凭什么不管 对吧 14岁以下 14到16之间是一个法律门槛 16到18是一个法律门槛 那我再问你 比如说到了18岁 那就管不了了 他要熬夜 父母也应该 自我负责了 但是到18呢 家长管就是瞎管 那是大人 我们问题是什么呢 刚才文道说了一句 就是我们因为是孩子太毒 他从小的那个念案 是全世界没有的 等你想管的时候都晚了 外国人管孩子特别早 从我看那个孩子就是 那个坐那婴儿车里去餐厅吃饭 那家长都不许他出生 对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随便出生的 对 等他意识到问题的时候 都已经晚了 而且现在除了这个 就改不了了 而且而且现在这个除了这个毒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娇 女孩子我不说 我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小男孩 我就瞧不上 我怎么这么娇气 碰一下 你碰到我的手了 咱们小时候虽然也是野蛮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认为你不能 就是这个小男孩 怎么那么娇气 就跟个小倪子似的 你知道吗 对 所以刚才你说 就是说外国人用智力的这种 这种博弈跟孩子 其实还有一个一点 就是西方人教育孩子 还有一个用财力 他就是给孩子零花钱 一个礼拜给你五块钱美金 那我看美国经常那个案例 就是你如果错了 我钱就没了 对没错 然后孩子从小还有个经济意识 还有自己管理财政 管理财政 而且还有就是说 你刷碗一次一块钱 你刷多少次 我给你多少钱 它是计量的 然后他就会说 我信我要买那玩具五块钱 我得刷一礼拜晚 孩子心里很清楚 对 然后你犯了个错误 这五块钱可能就给剥夺了 所以他通过这种 这算一种制度化 社会化的一种管理 它行之有效 我们不是 没错 我们家长给孩子 是没有制度的 是 你跟我哭闹 看我今天是否心软 或者家长 中国家长在学 你今儿要是考了多少多少 是吧 多少份以上 我给你什么 家长一定是这样 中国家长一定是拿这个反向的 不是事先预给 而且美国家长呢 他们你常常注意到 美国家长跟小孩吵架 常常吵了什么事 就说你说 爸爸说我犯错了 说这个礼拜扣我零花钱 小孩反驳 很喜欢讲一句 It's not fair 不公平 对不对 常有美剧 他这个不公平 这句话怎么来的呢 那肯定是之前要定规矩 对 你跟我扣多了 你没定规矩 你比如说 你说我今天晚上干了个什么事 说要受处罚了 要罚我这个礼拜 没零花钱 我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不公平 之前没说过 所以他们规矩要讲清楚的 他从小的教育是这样 从小在家里头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说清楚 犯了什么错 我怎么罚 他等于有个小法律 从小家里头就定着这个 然后按这个规矩 对 所以家庭的气氛 没那么火爆 你知道咱们你看 这个家庭伦理电视剧 就是哭爹喊娘 对 就是 而且后来我发现 咱们怎么管教孩子 这个跟 有时候跟中国公司里 老板跟员工的关系 也差不多 你说也是哭哭闹闹 很多工厂 也是这样哭哭闹闹 对吧 扣了奖金 扣了奖金 都是这种 他也不是 社会上也没按规矩来 对不对 也是这样跟孩子似的 所以就有人过去 他们讲王小波 是不是王小波还是谁 说有一个概念 说中国人叫半孩人 就是长不大的成年人 就半孩人就是啊 他喜欢以孩子的身份 跟外界相处 他不喜欢就像成年人一样 很多包括很多艺术家 我跟你说 他喜欢别人宠着他 这就某种程度上 大部分都这 是吧 撒娇任性 对对对 就是 我们甚至传统上 连对政府的想法也是要 这个官员要爱民如子 父母 对啊 他跟你都是亲人关系 对父母官 你对我不好 我上门哭去 对 哭一哭 说不定就好了 现在可能没有了 过去我们单位里 那个分房子 你竟有那个女的 坐地炮的 什么算 商调的都有 你竟然说坐地炮 就往那个房管科门口 这么一蹲 哇 就这么哭啊 就是这样 就管用吗 那当然管用 管用啊 我们单位那时候 平直撑的时候 有的平不上 他认为能平上 平不上 直接就上吊 直接自杀 然后一自杀 被人救下来以后 那编门会就讨论 这个得尽快 得给 要不然再出人命 谁担着这事呢 所以你就再会说 这个家里 不然就闹嘛 对啊 这13岁女孩 她真自杀 真正的 你妈还敢怀疑吗 就必须妥协嘛 你必须妥协 哎呀 我希望这不是 两个人 怎么办呢 对 现在这 难道这小孩 就真的 我真的想了 这是管理太晚 而且惩洁太轻 是吗 管理太晚 惩洁太轻 后果一场 特别小的小孩 才会嫉妒弟弟 对啊 就像是把孩子 到了18岁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他拿肩膀 你打他 你手骨折呢 最后你被摁地上了 对